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并没有对大盘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中国方面昨天也是第三天收盘收在了3000点之下 前一天尝试冲击3000点爬回去 差两个点爬不上去 结果现在力衰而截 现在这个昨天是再一次下跌回去了0.3% 目前上证指数是保持在了2980点附近 那欧美方面昨天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昨天德国银行 德意志银行终于开始有所反弹了 德意志银行带领着德国股市上涨了0.9% 英国和法国也是跟着德国一起上涨约0.5%左右 那再来看一下美国方面 那美国方面昨天三大指数也都是有所上涨 其最大的原因就是来自于OPEC组织 现在出乎意料地达成了现产协议 或者说是达成了某些现产协议 因为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官方公布 在这个现产协议达成的消息费被发布之后 美国包括了像这些石油价格就不用多说了 美国的主要的石油机构像美福 像雪佛龙等等这些大的能源巨头 股价纷纷开始上扬 推动美国三大指数最终昨天也是上涨约0.4%至0.8%之间 那么黄金价格昨天依然是轻微下跌 但是目前也是坚持守护在了1325附近 原油昨天则暴涨了6% 目前再一次逼近50美元大关 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就来着重说一下的 就是昨天令人大跌眼镜的现产协议 以及我们知道现在可以查看的明日之星 现在朋友们都已经知道了 昨天欧派克也就是国际石油产出组织 它非常意外地达成了现产协议 其实在昨天之前 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市场里面 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好这次能够达成协议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油价低 大家都希望多产一点能够补贴家用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能够齐心协力 共同的为了稳定石油价格而下跌 现产自己的产油量 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显示 这一次的现产是参与了大部分的 这个石油输出组织的国家 但是俄罗斯和伊朗并没有包括在内 因为伊朗去年12月份刚刚被解冻 所以说它现在要急于把之前四五年的损失 给补回来 所以这次并没有包括它在内 但是伊朗现在也是说到 它不会无限制的不停增产 可能会把增产量只是略微增加一些 那其实呢 现在这个减产呢 并也并不是特别的多 它仅仅是减少了 今年1月份到8月份 总体平均产量的1.6% 算过来的话呢 大约就是每一天少生产60万桶 这60万桶呢 就是石油输出组织里面 这些国家自己来分配 具体的分配方案目前还没有公布 那么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石油输出组织为了各自国内的预算 能够平衡 说不惜是减产来保护油价 但是在另一方面 油价的上升同时呢 也会让这个美国的页岩油 是再一次的复苏 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呢 沙特为首的这个欧派克组织 为了打击美国的页岩油 是不惜一切代价 在油价不停下跌的情况下 依然是大量产油 使这油价呢 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长期是保持在了页岩油的成本价以下 就是35块钱之下 那这个价格呢 也是使得呢 欧派克组织自身 也是损失巨大 很多国家现在呢 已经入不敷出了 是在举债过日子 因此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呢 虽然他们是达成了现产协议 但是呢 同时他们也要考虑到 为了继续 这个制衡 或者说是约束 这个 页岩油的产量 他们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油价呢 推到非常高 但是呢 由于现在的油价已经远远超过35至40块的成本线 所以我们每一周都能看到 美国那边新上马的 这个石油赚井平台数目在不断增加 所以这个其实啊 它是一个双刃剑 油价高了 这边这个产油量 页岩油的产油量就会上去 油价低呢 虽然这一边能压住对手 但是自己呢 也会少赚非常多的钱 所以这个总体来说 对于石油的话呢 未来的博弈还会继续前进下去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天我们比较关注的 我之前或者说是前几周 也一直说到过的两个产品 分别是德国指数 和香港的恒生指数 我们知道呢 在上一周开始呢 德盈是再一次 因为这个美国 美国证券 是证券监督委员会 发布了巨额的这个罚款单 140亿美元 发给这个德意志银行 让他们 这是罚款 那么这140亿的 天价罚单呢 也让德国银行的这个股价 是暴跌到了 曾经一度是跌到了 10块欧元以下 使得呢 德意志银行在过去两年之内的股价 从40欧元跌到10块钱以下 跌到不剩25% 那么这么样的暴跌 其实其背后呢 也隐含了很多政治博弈 我们这个先不去管它 那么德国银行目前的暴跌 其实让我非常 直接联想到的呢 就是在2008年 美国花旗银行当时的暴跌 花旗银行当时在金融危机时呢 一度是跌破了1美元 最低只有0.9美元 曾经一度传闻呢 它要撑不下去 要破产 但是花旗银行呢 在我们看来 就是美国的一个标志 一个象征 因此我当时本人是不相信 花旗银行会从此倒闭 果然呢 从08年到现在 花旗银行已经到了4美元以上 涨幅呢 超过了400%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对于德意志银行 我相信呢 也是另一个花旗的版本 只要它能够熬过 这一次的罚款事件 那么未来来说 德意志银行的涨幅 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换句话说 这个德国银行的上涨 也会带动德国股市 或者说是德国指数的上涨 所以从中长期来看 我目前依然是非常看好 香港的恒生指数 和德国的三菱指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指数 那澳洲呢 我们知道它是个矿老板 全部都是靠矿吃饭 基本上主要经济是靠矿 那么在昨天石油暴涨的扶植之下 现在呢 也是这个矿业股市鸡犬升天 今天矿业股市再一次大涨 逼近了5500点的价格 也冲破了昨天我们设置的买入单挂单 目前呢也是上涨超过了31个点 那如果你昨天没有挂单 我们今天在上涨这么多的情况下 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依旧是 我觉得现在的澳洲指数 依然可以创新高追涨 因为目前上方的第一阻力线 在远远之上在5540点的高位 距离现在还有整整六七十个点 因此只要它现在没有调回5440以下 那么我们依然可以看涨澳洲指数 所以今天的挂单就是买入单 挂在今天的最高点之上 大约呢是在这个5480买入 空单则选择在5440跌破之后 在5435的价格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的美元 那么澳元呢今天早上也因为油价的帮助 一度是重新冲上了0.77 但是这第一次冲上之后 很快就再一次回落 所以这也让我们知道呢 关键价格的冲破 通常来说需要在第二次 或者第三次之后再去进场 比较稳定一些 那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澳洲澳元目前呢 依然是维持在0.7670左右 只要它再一次冲上0.77 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要坚定的看涨 所以我们今天的挂单 挂在0.77上方10个点 7710的价格挂单买入 空单呢则挂在昨天 我们的这个关键价格7640 如果这次再跌回7640 我们一样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美国油 美国油应该说是 昨天到现在非常成功的一个挂单 在45块3毛钱 我们昨天说到上了45.3挂单进场 但非常可惜 第一个单进场之后呢 不到一个小时它就急剧下冲 把我们止损碰到之后 离单出场 但是呢 在仅仅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看到它第二次再上了 那么第二次我依然是坚定的挂单进场 这一次就让我们抓到了这波上涨 从45块3 一路冲到了47块3 赛毛钱 涨幅呢超过了5%以上 但是在如今昨天涨了6%了 这样大涨之后 今天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 就尽量以谨慎一些了 那么如果它下跌的话呢 以昨天曾经一度回调的低价 大约是在46块7毛钱 46块7毛钱的价格 我们可以向下 两分离两毛钱 46块7再减0.2 大约是46块5挂单卖出 买入单的话呢 依然是创新高冲进 创新高的价格 大约选择在47块8 挂单买入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呢 昨天也是非常的狡猾 简直就像是日本的黄军 第一次跌破 我们当时说到的触发卖价 之后呢 扭头就上 扭头就上 直到第二次下跌之后呢 才最终确认它的下跌趋势 虽然从我们当时说到的 1024跌破之后 到现在是1321 只有3块钱并没有太多 但是现在黄金呢 跌破了1324之后 下一方 下方的这个是 这个第一目标 就朝着在下面的这个 1308左右前进 所以目前呢 我们可以考虑的事件 大约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黄金上下的范围 从昨天到现在 大约是在1326到1318 上下8块钱左右 8块钱左右 我们挂单就以这上下边际为例 除非它上了1326 要不然的话呢 不进场 所以挂单挂在1326买单 挂单 同时空单的话呢 跌破1318 我们可以挂单卖出 因此我们的挂单卖出单 就设定在1318 或者是1317.80 那么最后呢 今天在新亚下午4点35分 澳洲时间 日本央行行长会发表讲话 到了晚上的10点30分的时候呢 英国 美国的会发布 他们最终的GDP数据 以及他们每周一次的 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再到了明天早上 周五早上凌晨的6点钟 美联储主席耶伦 又再一次出来讲话 那这也是 他也是说话说得那么晚 这个凌晨6点钟 这让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晚上呢 预计呢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呢 美国的股市 会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GDP数据 到明天凌晨6点钟 耶伦讲话的时候呢 对于美元 以及非美货币的影响 也是非常之大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